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各位弟姐妹 今晚听了这么多诗歌 好像差了一件事 掌声 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天父佑 归给 今晚为大家唱诗的诗班 还有为我们读经的小朋友 然后背后一群很老苦的童工 上一次的圣乐晚会 例会大会堂 上一次的平安夜圣乐晚会 你们有没有来过 那些年轻人不要跟我说你来过 上一次是1968年 1968年 是45年前 又是全教会的圣乐 在平安夜 那次和今晚有点不同 相同的地方就是那晚又是很多的 那时候我们教会人数不是很多 所以是全教会总动员 来到去预备那个平安夜的 音乐晚会 用了很多的时间 当时我也是在 上面坐在那里的一个小伙子 来唱诗 教会用了很多人力 很多的物力 来预备 唱得很好 不过有一个不同 就是因为全教会人都 去唱诗 去预备 是不记得了 邀请人来 所以今晚坐在台上的人 比下面的人还要多 但今晚不是 今天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顶姊妹 我们为着今晚有这样的机会 亦都为着我们能够参与 这个这么大的成会 我们再次给我们的赋 亦都是再次多谢你们来的参与 今天我想跟大家去 讲这个题目 耶稣是世界的光 我们很容易想到圣诞节 圣诞节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因为圣诞节是送礼物 不是啊 你还没收礼物呢 是不是呢 很快就有了 是的 我们去商场 很开心 因为我们能够将一份心意 送给我们的亲人 是吧 我们又可能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礼物 圣诞节还有什么呢 吃大餐 是吧 哇 圣诞大餐 有很多食物 有火鸡 虽然我不太喜欢吃 但是有很多东西 总之圣诞节是 给我们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圣诞节也是 很多人尽情的欢乐 因为有几日的假期 我们去买东西 shopping 趁着这个机会 每一个店都 张灯结彩 很多新的东西 有大减价 有大减价等等的东西 在圣诞节 云云众生 这么多的礼物的时候 我想大家留意 其实上天 给了一件好的礼物给我们 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我们不需要去外面去求 去找 我们看回自己 原来上帝就已经给了一份很美丽的礼物 当我们自己看回自己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的人很聪明 很奇妙 我们人的脑里面 有很多的细胞 一百二十亿很多 还有我们的神经系统 支配着我们 我们思维 我们活动 我们吃东西 我们玩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耳朵 不需要详细讲 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身体很奇妙 不过更加奇妙就是 在这么多的人里面 竟然没有一个相同 如果我叫你画画 你画两个人 不相同 很容易 画十个 或者可以 如果你要画一百个人 完全不一样走困难 画一千个人 更加困难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竟然没有一个人相同 因为他们的DNA 去养核糖核酸 竟然是不相同 不用说这么多 我们两个子头 竟然间 这么小的地方 六十亿人里面 是没有一个相同 所以很奇妙的 我们身体很奇妙 如果相同的话 我们出入境 就不能用那个指纹 少少的 原来上帝给我们 是这么独特 这么奇妙 这么可爱的生命 但是可惜 是会漸漸衰老 我看回我自己 以前都挺英俊 现在的头发已经开始脱了 又转白 人又开始肥起来 人开始衰老 有些东西不记得 就算有些人说 你现在不用脑了 所以你会退化 我不是 因为人是很用脑的 都会退化 人就是这样 我们就会问 原来神 原来做我们 是不会衰老 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原来不会灭亡 不会死 但是离开了神之后 我们慢慢慢慢 是会衰老 不过上帝还有一样东西给我们 是我们的爱心 虽然我们身体会衰老 但是我们人是有同情 有爱人的心 这个爱心是什么呢 我有位的朋友 他是做一个义工 他告诉我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现在香港贫富元素很厉害 所以有些人真的是三餐不饱 有些人甚至是 很多人原来是没有拿中援 是很多原因的 譬如老人家一层楼拿不到中援 或者他有一些钱拿着 或者一些人做事 有很多人生活很艰苦 所以教会和社福机构 就开办一个叫十温饭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十温饭 就可以吃一餐温饱 他说有一次 这些吃饭的人 是很喜欢去吃 不是因为十温饭 而是他们被接纳 很有尊严 去到时候是很被尊重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爱心 有一次 他见到一个老婆婆 好像这个人的样子 那些人老老下都差不多了 他见到老婆婆说 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饭吃 他放了很大的碗 义工就问 他们是否能吃得完 那我老婆婆就跟他说 他说 是晚餐来的 他说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一餐 原来有些人 全日就等这一餐 当时这个义工 这个姐妹 她很感动 她说 我能够有早餐吃 就要感恩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很多人 不是我们想象到 是这么丰富 当我们看一看耶稣 他最初出来传道的时候 耶稣就纪念这些人 耶稣为自己读的经文 是怎么说呢 当耶稣一出来的时候 当时有人打了一本圣经 他就选了一段经文 他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被老的人得释放 黑眼的得汗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上帝预纳人的欺怜 耶稣很自觉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很贫穷 耶稣就上帝给我们礼物 但耶稣最计念计挂 就是那些地上贫乏的人 无论他生活上贫乏 或者心灵上贫乏 所以他开始第一句 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就是很需要上帝的看顾 很需要有一种福音 就是上帝的同在被接纳 圣诞节其实就是 耶稣基督他自己限制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 度成若身 就是不要我们太多的权力 不要我们追求太多的权力 不要我们追求太多的钱 不要我们追求太多的命力 就是要我们去关心 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 他没有选择皇宫 没有选择酒店 他选择了在马族 而他出来传道 他就是最记挂在世上 那些贫乏人 身体软弱的 有需要的 所以他说被老的得释放 被老的得释放就是 那些沉溺着被捆绑的 那些人吃烟 吃到不能够戒烟 吸毒不能够戒毒 赌博不能够戒毒 被那些人捆绑着 一生不快乐 家庭因为这样的缘故 是破碎 凄离止散 就是被捆绑 被赌博 被各样的东西捆绑着 耶稣基督要释放他 福音的大能 要释放这些被捆绑的人 被世上这些情欲 被世上这些不好的东西 捆绑的人 黑眼的得汗 我们看不到前路 我们很恐惧 被压制的得自由 耶稣基督很重视 我们人和人的关系 有一个老人家 有一个护士跟我说 他这个老人家 他早上要打针 那些天冷 要打那些感冒针 预防感冒 不是禽流感的 那些感冒针 免费 这个老人家 他很心急 一路看标 我会试着问他 他说你是不是很赶时间 他说是呀 很赶时间 我约了人 他说你约了哪个 我约了太太 他约了太太做什么 我约了太太吃早餐 那些护士说 真是好 你老人家 这么疼她的太太 他就问 你太太在哪里 他说我太太在老人院 她的太太 是不是跟你差不多老 是 他说我呢 85岁 我太太80岁 他说真的很美丽 是个丈夫 每一天 去老人院 和我吃早餐 他说你这么赶时间 我快点和你做 那我老人家说 他说 说不到都不要紧要 不过最好快点 他说不过 我太太其实 不认得我的 因为她老退化 那我护士就说 你太太都不认得你 那你为什么要 这么辛苦和我吃早餐呢 那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呀 他不认得我 但我认得他 他说我仍然 坚持每天 和我吃早餐 他不知道我是谁 不过 他见到这个人 和我吃早餐 他就很开心 所以人生 就是这么美丽 耶稣基督 叫我们珍惜 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基督 来到就是珍惜我们 但可惜我们爱心 有时是会慢慢衰退 我们需要神 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人生无常 我们珍爱身边的人 圣诞节就是 让我们重新去 想回我们的亲人 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就来到一个 很完整的家庭 有父有母 在他父母的爱识下 基督成长 耶稣是神 其实他不需要经历 这件事 他来到世上 好像这个 Terminator 那个二十世纪杀人 一跳下来 就是一个人 耶稣不是这样 他要经历 一个宝宝 要经历母爱 经历父爱 甚至经历 弟兄姊妹的爱 他在这个爱当中 去成长 去经历 然后他明白到 人的爱 所以当耶稣基督 叫我们去爱 我们周围的人 他不是空口 说白话 他真的经历到 真爱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 可能很快会离开 所以基督 要给我们 这种爱心 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从天而来 又是从我们 身边的人而来 当上帝 将他的儿子 赐给我们的时候 这个就是最好的礼物 而当耶稣基督 在这个马槽上面 当时一无所有 但是上帝 没有规待他 上帝找天使来 去报信 然后一帮牧羊人 是一帮最穷的 最基层的人 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主 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很多伟大的人出生 跟他们没关 你没有这样的身份 你见不到他 但基督就是 来到那世上 在一个最卑微的身份 任何人都会去亲近 任何人都可以去前面 没有架子 没有门纜 牧羊人 一无所有都可以来 所以这位上帝的儿子 他就用一个最卑微 最简单 最容易的 让我们来到亲近他 上帝 上帝创纵我们 刚才我提过 本来我们的生命 是不会死亡 上帝没有创纵我们死亡 上帝也没有创纵我们 会衰老 但因为人离开上帝之后 没有了永生的源头 人就死亡 人就衰老 因为离开了上帝 所以基督在十架上面 就叫我们重新恢复 有上帝的生命 而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让我们 确实地知道 他是上帝而止 他的生命是给我们永生 可以恢复上帝 创造我们原来的 美丽的生命 所以 认识主耶稣 接纳他的人 就有这个生命 就不再恐惧死亡 我们将来 会有我们最美丽的生命 呼吁上帝给我们 最美丽的生命 让方三章十六节 很多人都熟悉 我们读一次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刺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犯得永生 基督在十架上面 就为我们预备永生 上帝给我们 这个目标 就是和他和好 而人的生命 是一个目的 就是归回上帝 上帝创造一万 就叫人 重归回上帝的救赎 我们很熟悉 这些很好吃的 三文鱼 对不对 我很喜欢吃的 加拿大的三文鱼 就是很便宜 又新鲜又漂亮 但是西洋 太平洋 我们都找到 这只三文鱼 他在淡水里出生 然后他经济游去大海 在大海里成长了 吃到肥肥大吃 他就要回到原来产卫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去产卫 大概他要用五十日 三文鱼是很肥大 但是这五十日 不吃不渴 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 就孵化 孵化完之后 他就死了 现代人就要帮助三文鱼 因为三文鱼 上到河流的上游的地方 孵化了之后 那些鱼仔就很容易被其他鱼吃了 所以那些三文鱼 当它产卫之后 又会被其他鱼或者蛙鱼吃了 所以那个损耗率很高 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会消失了 是会被其他的鱼吃了 所以现代人就帮助他 就用人工培育 当他上去之后 产卫之后 就用人工保护他 让这三文鱼卫就去枯化 然后就用的东西装住他 还有这些鱼仔如果游到河游回到大海 中途又会被人吃掉 于是方便他 就用大货车 运他 即是在上游那里 枯化了人工帮他 枯化了之后保护他 用大货车就装住他 然后就运到海边 然后海边再用船 再运行 送到大海 放到大海 这样的损失率就最低了 然后这三文鱼就在这生长 又游回上去 问题就是 以前这三文鱼出生之后 就会在河的上游 游到海那里 现在那些人用大货车装住他 那他不懂路 对不对 用大货车装住他 又送到海 那谁懂路 很奇怪 所以他坐火车去海 他都懂路 不会走错 如果他走错路来香港就好了 我们这三文鱼当然便宜了 没有的 没有走错的 他在哪里出生呢 你用货车运他 他都照样识分上去产卫 于是有些人说 是不是他们一出生的 细胞里面 就有一个GDP 就是他们 他们卫星导向系统 就是上帝给他的 所以他不用看 他就可以识路回去 这么奇妙的 如果 三文鱼在他生命里面 有些这么奇妙的东西 就是他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产卫 如果不是这样 三文鱼就会绝肿了 这个三文鱼就不再存在 他要归回上帝 为他预备的地方 人类都一样 上帝也有一个计划 是叫我们回回去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回到上帝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美好 人犯罪之后 我们生命就开始衰退 我们开始有很多问题 归回上帝 我们就有这个美好 所以人生有一个永恒的目标 基督就给我们 有一次 有一个福建的传道人 他在一百年前 大概距离现在一百年前 当时在福建的地方 治安不好 他就带着那些单仗周围去 传福音 他就说 信耶稣有永生 有十字架就有永生 耶稣为我们死 一路这样传 谁知就被一个贼 被一个贼捉了他 这帮贼就说 你什么人 向他传了人 有没有钱 没有钱 那贼运全身都没有钱 那些贼就很生气了 十字架什么用 他就说我要钱 他说我没有钱 他说我没有钱 你就要给我一条命 于是 教徒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么聪明 你说信耶稣得永生 有十字架有得永生 他说好 我给你一晚的时间 你证明给他看 有十字架有永生 我就放你 要不然你要人头落地 那一晚他很害怕 有一群贼 不跟他说 不跟他说理性 不跟他说道理 在那一晚他迷迷糊糊糊 他仿佛听见 有一个天使 跟他说 他们拿一张纸出来 他们试一下 很简单 去摘一张纸 他将这张纸 摘了两摺 一个角 这样 再摘 一个角 当时他不知道 究竟 做什么 然后 那个声音跟他说 你摘过去 摘过去之后 你试一试 摘了它 然后摘了之后 将三摻之二再摘过来 很简单 其实是四摘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摘开它 我的手没力 所以我用剪刀 他们试一下 摘开它 他们摘开之后 你就发现 有一个最长的地方 最长的地方 你打开来 刚好 是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剩下的 是这个小纸 这个小纸 你将它砌成一个字 刚刚的小纸 就够砌成了 死亡 两个字 然后他说 你将这个十字架 摘到死亡 那两个字那里 摘到这个十字架 刚刚就砌成了一个永生 两个字 当时这个传道人 他早上起床 他就拿一张纸 他身上没有纸 他只有一单张 他就将一单张 然后他就跟那些贼说 他说你看 我拿了一个十字架 你剩下的就是死亡 如果我放一个十字架 下去 你就有永生 当时那个贼 他说很奇怪 是不是你早就认识的 他说不是 我是不认识的 昨天神跟我说 他说上去年纹 你要十字架 还是不要十字架 后来那个贼 放回他 他就凭着这个十字架 带领了很多人 相信主 有十字架 有永生 没有十字架 就是死亡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我们 预备这个永生 叫我们的生命 不再衰败下去 将来复活得到 荣耀的身体 永远跟上帝一起 我们低头 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今晚我们很特别 我们会为大家预备一份的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 耶稣基督 他本身 就是一份的礼物 这份礼物 就叫我们 透过他 拥有永恒的生命 等一会儿 我们是会有一个蓝 在大家前面 传给大家 你愿意 接受这个十字架 接受耶稣基督 请你 就在那个 传过你手上的蓝仔 拿一份礼物 所以今晚 我特别为新朋友预备 已经信了主的 你就将蓝 传给隔离 今晚第一次 或者还未 接受耶稣基督 你拿一份礼物 这个礼物很简单 是一支笔 里面是有封信息 你打开来 你就会见到 有十字架的说话 你就在上面 你就在 拿一份 这份礼物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送给你 是代表着 我们的主 在圣诞节 将它自己 送给我们 如果你有感动的 你愿意的 你就拿一份 路上的朋友 也都请你们 如果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礼物 你就拿一份 我们有一个祈祈祷 好 我们有一个祈祷 我们下头有个祈祷 祝你的死 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拥有你 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医治我们的衰败 医治我们的软弱 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求主祝福我们 在今晚透过主 你自己说 我们认识主 我们祈祷 逢主名靠 我认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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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主